韓國瑜夫妻同時擁有四棟房子 對 剛才 內湖豐澤工業宅 還有台肥所謂的南港第一豪宅 就是無雙 然後還有包括雲林谷坑天地一家 就是農舍 浩法農舍 然後最後呢 包括斗六雲林斗六的這個比佛利山莊 總共四棟 你知道嗎 四棟根據他們今天開記者會 所自己揭露的相關的這個金額 全部是他們自己揭露的 我幫他算了一下 總價一億三千七百一十萬 同時耶 同時 你 我跟你講 孫大謙不要給我玩文字遊戲了 我也買過房子 孫大謙玩的文字遊戲說 他不是口袋裡面有那麼多現金啊 不是買七千多萬的房子 就是拿出七千多萬他有貸款 對 但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貸款就是跟銀行 除了那個很不可思議的台肥 貸給你之外 跟銀行貸了以後呢 銀行把錢那麼就挪進來 分月分月分月 他事實上是先銀行先把這筆錢 給了賣家 就是賣房子的人 這個房子還是你的 他的產值還是你的 所以他從頭在104年2月的時候 他們就是擁有一億三千七百多萬的房子啊 然後他的貸款是八千六百三十八萬 後來隔了很久了以後呢 才去貸了一筆 用比佛利山莊去貸了一筆一千兩百萬 可是問題是他們在當時啊 當當現金支出 在104年2月的時候 現金支出是五千零七十二萬 各位這不是有錢人這是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說有錢是罪過 台灣最有錢股票帳面上最有錢的人 叫做郭台銘 台灣土地最有錢的人啊 擁有的產值最有錢的人啊 是我以前的老闆 自由時報以前的創辦人林榮山啊 有錢不是罪惡 有錢靠自己本事拿賺的錢 這個都不是罪惡 但問題是一億三千七百多萬 比他去年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大小政治現金 那個很多韓粉啊 很多賣東西的人啊 一千兩千三千五千 那個小兒捐款捐給他的 一億兩千九百多萬還要多 你們這些人捐給他的錢 全台灣那麼多人在支持他的 還不夠 還不如他那一百零四年二月的 房產的總價值欸 嗯 這是重點 這個還不算保險喔 還不算三十四張的保險單 還不算那些什麼基金股票 都還不算喔 就這樣了 嗯 但韓國瑜他說怎麼講 他說每個人都有個夢 要夢喔 要希望那捷運券旁邊買 這個一百零四年二月的時候 剛好是他在北農當總經理的時候 那時候還說很窮啊 那時候還說不是住在北農啊 我還聽到一個什麼跟 在木柵跟媽媽一起住啊 今天要談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首先要譴責說謊的人 第一個說謊的人不知道是自己說謊 還是別人說謊 我寧可相信他得到錯誤的訊息 剛剛我們一直講的 韓辦第一發言人那個女性的何庭寬 嗯 他說是賣了內湖貸款的房子 所以呢來買台肥南港的無雙對不對 這你講的嘛 你是發言人喔 你講的話難道像放屁一樣嗎 你可以騙人家嗎 那請問你為什麼內湖的房子 拖到了一百零七年十二月才真正過戶 不好意思 很可能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號 韓國瑜當選市長的第三天 才賣掉 為什麼 我們更當然可以合理懷疑 你是要規避嘛對不對 然後呢你為什麼騙 是誰騙 韓國瑜夫婦騙 還是何庭寬騙 第二個要譴責的是 我不太忍心譴責的對象 就是在旁邊的葉元之 因為他也可能是被騙 不忍心就不要譴責 還是要譴責 他根本裝的 他在旁邊裝可憐 葉元之從頭到尾都說 南港的房子沒有貸款 對 今天南港的房子貸款多少錢 三千六百萬 台肥又貸了兩成一千四百三十八萬 代行國瑜這是鬼啊 這是代行國瑜 鬼嗎對不對 那我相信葉元之 我相信葉元之應該是也被騙 沒有啦 我們沒買過預售物啦 所以從這個種種的現象 我們寫的 這白紙黑字都是你說的 都是你們說的 台肥分歧看到沒 葉元之 一千四百三十八萬還騙人 兩個發言人跟一個副執行長 他們所說的話 我們能相信嗎 今天不是應該 我們已經苦口婆心第十天了 我們苦口婆心說的是 韓國瑜 李嘉芬 高美蘭嘛 你們就出來面對事實 然後就把他講清楚 一次講清楚 然後把相關的單據 單據不是你們自己做的一個表格 告訴我們說他就是這樣 當然 孫大謙說 總用國家機器 這個是不用公布的 這個是什麼個人的隱私 不對 韓國瑜跟李嘉芬 尤其是韓國瑜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他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選總統的人 你的所有的資金往來 都必須要很清楚啊 他告訴我們 應該先去看 阿拉斯